大家好,我是Vivian,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老钟讲新闻,看一下这条消息 四名南加州南姓居民被指控密谋加入基地组织和塔利班 并策划发动针对美国人的恐怖袭击 这四名嫌犯分别是34岁的波莫纳居民凯比尔 23岁的安大略居民德里昂 21岁的高地居民桑塔纳和21岁的河滨居民沟哈利 已经加入美国国籍的凯比尔出生于阿富汗 2010年开始,他将激进和暴力的伊斯兰教义内容传输给德利昂和桑塔纳 2011年7月,凯比尔前往阿富汗接受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成员提供的恐怖主义训练 2012年9月,勾哈利加入了德利昂和桑塔纳 准备一同前往海外进行暴力的伊斯兰胜战 据称,凯比尔将会在阿富汗与其他三名嫌犯接头 并带领他们前往塔利班的营地 再来看这条消息 尼尔森周日公布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 苹果iPad是美国消费者最受欢迎的圣诞节礼物 调查报告显示 在6岁至12岁的美国儿童中 苹果产品仍是他们圣诞节礼物的首选 在排名前5位的产品中 苹果产品占到了4款 48%的人希望在未来6个月内购买iPad 未居榜首 39%的人计划购买任天堂 36%的人希望购买iPad Touch 36%的人希望购买iPad Mini 33%的人希望购买iPhone 而在13岁以上的美国消费者中 21%的人计划在未来6个月内购买iPad 同样未居榜首 此外19%的人计划购买计算机 18%的人计划购买iPad以外的平板电脑 17%的人准备购买任天堂 14%的人准备购买iPhone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